大家好,我是大裸 那我們再回到剛剛跟余燕談到一些 成年往事 就是在跑新聞的時候 你這樣講人家就知道我的年齡了 他是國家機密 我現在每天都跟二幾歲的一起跑 常常有人要幫我介紹男朋友 67年次 小我一歲而已 我66,你67 前面要加1900 剛剛在休息的時候 我跟余燕講到說 在跑新聞的時候都會疊對疊 甚至去偷資料 什麼等等,偷看資料 或是偷翻資料 甚至直接帶資料走 我那時候記得我那時候在跑財政部的時候 財政部那時候很紅 那時候王建軒當財政部長 開放很多銀行 莫名其妙就是那時候 財政部長是很大的 就新聞非常多 天天幾乎都有的新聞 所以我們都會有一組人力 就是一個文字一個攝影 幾乎天天都在那裡 都是在那邊跑 然後我還記得有一個場合 就是說他找了很多官員 很多銀行業者來開個什麼會議這樣子 然後他就 因為這是一個機密會議 就是不對外的啦 可是他又給攝影記者拍三分鐘 他就只讓攝影記者進去 文字記者就在記者室等著這樣 來我補充 其實這就是威權時代 威權時代的新聞操控法 應該照理說會應該要開放 你要嘛就所有的不開放 所以當時王建軒的時候 他當財政部長的時候形象多好 對 這個都是行訴出來的 沒錯沒錯沒錯 那我那時候一進去裡面 就看到每一個人的座位上面 那對不起我應該先講一下說 我一進去的時候 有一些人還沒有到 有一些人還沒有到 然後他每一個真正要坐在那個 會議桌上的每一個人 桌上都有份資料 上面寫機密 然後旁邊的一些就是 可能是列席人員 可能是財政部的什麼什麼 小的官員啊 科員 他們也有一排座位 然後每個人桌上都有放一份資料 可是那個 那一排的人都還沒有進來坐 那我就先到裡面去的時候 我就看到上面寫機密 這兩個字 哇這個就是新聞一定要拿 對那我就想說 那我應該怎麼 把這一份機密帶出來 好吧那我就 一進去的時候 先把那個攝影的背包 因為我們攝影背包都非常大 我們就我就很隨性的 就是把他放在一個資料夾上面 記憶上面 就把他壓 就把他壓著 那我就開始拍 那拍拍拍拍 拍得差不多 其實那個會議還沒有真正開 真正開 就應該講說他們還在寒暄啊 因為人還沒有到 全部都還沒有到完 然後我就拍拍 我那時候想說 我再不走 等一下這一排人坐滿了 我就沒有辦法拿那個資料走了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就下了一個決定 想說好那我現在就走好了 就還沒有真正會議開 會議真正那個開始說 開始 三分鐘沒拍完你就跑了 對我就跑了 那那個旁邊的攝影劇就是奇怪 這個插曉 張道爾很不屑喔 張道爾怎麼拍個幾分鐘就閃了 事實上我是把包包拿 用我並不是用背的 我是用抱的 抱的時候順便用手 去把下面的資料 一起連我的包包一起抱著走 哇大獨家欸 那我就抱我就趕快 跑掉了 我就趕快出來 那你是在幫文字記者跑新聞 事實上是幫文字記者跑新聞 我到了記者室之後叫文字記者出來 這個只要趕快看一下 好感人喔 我怎麼都沒有遇到這種攝影記者 通常你做的事我都自己做 哈哈 我們以前那個跑這個地檢署的時候 他就是他一早上下來 起訴書都一大跌 那其實我是新聞系畢業的 那就要開始訓練自己看那個 很爛的法官和檢察官 他們的起訴書跟判決書 可是他每次都一大跌在那裡 那大家就來翻啊 那越早來的人就越會翻到啊 所以我雖然是日報記者 日報記者大概都幫文來 我就上午啊 10點 我剛知道起訴書一出來的時候 我就跑去那邊 翻完了之後 那一跌裡面其實都會有新聞信的啊 那到底他是放在那邊 給所有記者公來 可是反正前後左右都沒有人 這個是好新聞啊 我怎麼能夠讓下午的日報記者 大家都拿到啊 我就直接ㄎ走了 直接ㄎ走 但ㄎ走你不能露出破綻 所以你當天不能寫 我都等到其他記者休假的時候 我再給他寫個頭版頭出來 所以我當時 後來我跑新聞就很有技巧嘛 我每天在手上喔 都一定有帶追的20個案子 然後我混進去的時候 檢察官看到我就很討厭 然後東西就趕快全部收起來 那混進去之後 我就開始啊 這個啊 朱檢察官最近怎麼樣 他現在都檢察長 這些好朋友都檢察長 啊誰什麼什麼怎麼樣 這樣然後開始天然地人的聊 然後大家看到我去都立刻都躲起來 可是到家裡的時候 就丟一個大擠壓出來 這個後來我去跑內政部啊 教育部等等的 甚至包括民進黨新聞 大約都是這種模式 從偷聽偷看 然後接下來留下線索 然後每個案件追蹤 所以我每個線路線搞定 大概都是一年八個月 我就會受不了了 我就開始換線了 但是我就在內政部的時候 發生了很多新聞 後來讓我覺得 我需要這樣做人嗎 我還是這樣 我依照我自己的SOP 三天要有一個小獨家 一週要有一個大獨家 一個月應該要上一次前面的版面 我是用這樣子來要求我自己 每天一定要發稿 前一天就要想好 第二天跟別人不一樣的新聞 那當時吳伯雄他要選省長 他說他留下什麼線 阿里山也要選到底 那當時我們每天都想 他今天又講阿里山了 第二個又講我的兒子絕不從政 他所說的事情沒有一向實現 好阿等等每天 他知道他要退選那一天了 已經宣布要退選了 那退選完了 日報已經採訪完了 作為晚報記者要做什麼事 一定要獨家專訪 可是獨家專訪 他怎麼會放給我呢 我是裡面經歷最年輕的記者 即便我跑得很認真 所有的老記者都是政治主張去跑 所以我做一件事 我在他的電梯門口 然後他電梯一開門之後 我就用腳踩進去 就不讓他關門 一直到他的隨戶同意 我進去電梯 後來這樣 沿路一直走走走走 那當然問到幾句 就抄幾句 最後我就 又跑到他家樓下 我在他家樓下等到了兩點 凌晨兩點 那當時 他才回來嗎 還是說他才 他一直都在家裡 可是國民黨的官僚體系 當他宣布要退選的時候 就是那個時候 賀客迎門啊 所有人都來來去去 那我們一直聽說宋楚耀來 可是沒有人等到兩點 所有人等到十二點的時候都走了 因為你是晚報啊 所以你可以等到 所以我一定要一直等啊 對 我等到兩點之後 我就在他家門口等著電梯 最後出來是李本人 阿本哥 現在跟親民黨很好 我就跟他說 你如果沒有讓我採訪到他 我就 我就不離開 我就在你門口夜宿啊 這樣 後來他們真的拗不夠 我進去專訪他一個鐘頭 凌晨三點出來 好興奮喔 獨家專訪 要寫全版了 那準備不準備睡覺了 出來的時候還真的叫不到車耶 然後就 最後都一到家了之後 然後就寫 寫了全版 好高興好爽喔 對不對 心情很高興 也爆了 這樣六點多就報告了 結果啊 七點的時候 我就接到了歐陽秘書 就是吳伯庸身邊 曾經選桃園事件的關鍵人 那幾個人 的電話他說 消息傳出啊 聽說我做獨家專訪 所以上午七點的時候 他要開個記者會 他沒有他沒有 他對我真的還不錯 消息傳出來 所以中國時報線上記者訪不到 中國時報的採訪主任 上午來 吳伯雄辦公室敲了門 所以吳部長就跟他講了 大概十幾分鐘 就獨家就被破掉了 真的很不甘願 可是因為這樣 吳伯雄退選一系列的新聞 我大概維持三天一獨家 七天一個大獨家 就這樣一直玩嘛 因為我們真的很認真 這個時候記者聯盟會的大哥來跟我講 他說 檢院 那個對手報壓力很大 那個他也很老實喔 你這段時間你不要發獨家 大家好日子過嘛 對不對 我這幾條新聞給你 我就說好好好啊 我心裡也覺得沒有必要這麼認真嘛 報社薪水有沒有給我多多少 那我每幾天烤雞都特有了 好 可是在那兩三天的時候 又到手了一條好新聞 我已經忘了什麼新聞 陽台 室內陽台 內政部的建築事務所 他們要研究把陽台納入室外面積 陽台納入室外面積 不能再賣那麼貴 這是對人民很好 很好的一個新聞 對 對我有權力支持啊 但是你獨家到手的時候 你要讓其他的媒體跟 要不要一起公開 我那個時候天人交戰 然後但是我又覺得這是好新聞 所以我沒有壓 我當天又發一條獨家 第二天對手報的記者就被廢了掉了 所以我 一樣是跑內政部的嘛 對 跑內政部 所以這麼多年了 我心裡還是覺得很愧疚 就是我不知道發了 因為你當記者他會試寫 對沒錯 然後拿到獨家的時候 會有莫名的亢奮 那其實寫了之後 不一定能改變社會多少 可是你就是會想要把它爆掉 然後看到報紙上的二版頭 一版頭是檢醫院 檢醫院 那三個字 可是我那時候曾經講過一件事情 就是說 嗯 那時候我們在當記者 檢醫院 台北報導 或者是攝影記者 張大魯這樣 其實那個對 台灣的所有的讀者是沒有意義的 對 只有對我自己跟線上的記者是有意義的 對 誰會管你說 這是張大魯寫的還是檢醫院寫的 它是沒有意義的 那並沒有那麼重要 對其實不知道 人家不會知道 在那時候人家不會知道 你檢醫院是誰 你張大魯是誰 我們付出了多少代價 得到那一條好新聞 可是我覺得那個時代是美好的 那還有當時的記者 我的所有視野都是新聞界 一步一步每個前輩栽培的 他是不分暴器 不分黨派 給我們這些年輕人機會 我們當時寫特稿的記者 有視野的記者 就是好記者 可是現在的記者 不需要寫特稿 也不需要有視野 只要會拉業務 只要會拉業務 以及能夠做好關係 不得罪採訪對象 就是好記者 那所以那個時代 栽培出我們這一批記者 我其實至少覺得那個是 很對得起自己良心 但是心裡就是對於同業很愧疚 我當時的幾個記者 後來因此而離開了新聞界 那還有人因此先回學校去休息兩年 都是那個 就我到現在都覺得很愧疚 你那時候太強悍了 殺氣太重了 那我還記得後來有一次我的 就是我又寫特稿修理某人 那個前輩拿了我的特稿過來說 檢驗 你這稿是沒什麼問題 只是你的筆就像一把刀 你以後會檢討 你當記者幾年之後幾十年之後退休 你什麼都沒有 可是我們只有朋友 你記住你要交朋友 那我後來的確再度更改我的個性 因為我的確一直跳槽 可是在記者工作上挫折很多 有一次在一個報社 那一次政治新聞我又是特優 應該輪到我上去領獎了 那領那個獎牌沒什麼 我們都沒什麼在乎的 可是我是特優了 我是積分最高的 我的薪水已經跳槽到我的年齡的極限 還有我的位階的極限了 400元第一級 對 你怎麼都記得 我也是啊 好 那我是還算很年輕 就跳到400元第一級了 因為一年跳兩三級嘛 那那一天政治組 每一組都要派一個記者上去領獎的時候 突然報老闆說 政治組怎麼是跑民進黨的記者啊 政治組都沒有優秀的人了嗎 然後那一次領獎的人裡面 只有政治組沒有派人上去 其他組都有 當然因為這家報社 還有特定的政治立場 即便他們對我很栽培 可是他們覺得最優秀的記者 不應該跑民進黨 可是其實當時民進黨是我自己行調去的 那這些人家不了解 他怎麼能夠因為我是跑民進黨的記者 而就不讓我上台領獎呢 那這個就是 其實他埋下了我從政的伏筆 所以後來我沒多久 我就找到薪水更高的媒體工作的跳槽 那不斷的跳槽裡面 其實他給我生命很豐富 那我到現在還是覺得 記者或者政治都是很好的工作 我要當記者或我要從政的時候 我的爸爸都說 哎 長不子那人喔 不要從政 那你還是去當什麼記者 我後來去反省喔 我們的台灣人社會 反對小孩學新聞 學法證 學政治 他才是造成了我們社會上很大的問題 那這些的種種的經歷 其實我也很鼓勵現在小孩 那今年正大新聞系 他已經實無前例喔 輸給台大戲劇系 對 他代表一個新的展演政治的時代開始 也是代表其實也是我們新聞界的一個新階段 我想舊時代的新聞 我們剛剛所講的那些都如夢幻泡影 大概都是過言雲言 我剛剛講那個新聞喔 就是說新聞系的分數 正大新聞系的分數已經輸給台大戲劇系 其實這對我來講是一個就是說 其實記者應該是要會演戲啦 哈哈哈哈 這個我就要向大武多學習了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那等一下進行我們最後一段